华联县府农业处近几年积极推动智慧农业 近期更是与清华大学合作研发多项智慧养殖渔业 设备的开发期盼能够减少渔民的成本投入 大大提高养殖业的经济收益 渔业养殖对于水温的控管含养量、水质等多个因素影响着渔业的发展 而养殖人力的投入也奠高了渔民的成本 为了降低养殖业者在环境因素以及人力的投入成本 县府农业处与清华大学研发养殖远端控管 可以降低人员投入的成本以及环境因素控管上的难度 现在不管是农业或养殖都是缺工 而且就是说人力成本是相对的高 所以说以水别手来讲我们建制这个智慧养殖的系统 其实刚刚有提到大概就三块 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自动喂食 因为饲料的喂食是一个几乎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只是我们对饲料的喂食的量 还有喂食的时间点 常常比较掌握的不清楚 以前都靠人工 所以我们现在透过自动化 我可以去在任何时间喂一个适当的量 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养殖 这个水中的含氧量就很重要 那含氧量如果不够这个鱼 这个等于说水产本身也会长得不好 那过去如果要靠人工去打水 或者说这个都是第一个时间 效率上会比较没有这么好 那现在透过也是全自动化 那再来就是说那水里面 这个养殖鱼里面的这个鱼本身 比如说数量啦 健康的情况啦 或者在喂食的时候肌肉的状况 这个透过影像分析 可以掌握得更精准 由于利用手机就能够达到 远端养殖控管的成效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有鉴于此 也希望在各个农业投入相关 远端控管的产学合作 能够减少农渔民在环境因素变化的数值 降低农产的损失 相关智慧农业的设备投入 期盼能够增加农民的收益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